好 那 请大家调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 那请各位呢 待会 开启那个综合练习的第一题 那它的位置呢 各位找一下 应该是在那个 你们应该都有那个嘛 档案 然后呢 开启那个 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的 文字与资料函数的这个练习题 打开来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呢 这个这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 这边有个手机啦 前两期课程就是说 我要把这个 后面三栏 三个栏位的资料 帮我串到前面来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解法 可以用REP加LEN 那我们可以用比较简单的 之前好像讲过可以用TEST 所以你可以怎么样 先假设吧 我们先用那个函数的方式 设定公式09AND 后面的话呢 电信业者 在AND什么呢 AND我们一个minus符号 一个减的符号 在AND什么呢 这个地方有一个区码 那我前面讲过 你可以用REP加LEN 后来发现那个方法 太复杂了 你换一个 如果你用什么TEST函数 所以你打一个TEXT TEST的钱瓜符 那TEST实际上 我觉得他这边应该叫Format比较合适啦 因为TEST一般的感觉好像TEST是文字 可是他实际上作用是Format 格式化 格式化什么呢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做什么编码 比如说那个编号 比较特殊 几个零啊 几个英文 几个 你可以用Format 用TEST去把它做格式化 他就会 长得像你要的那个样子 比如说这里呢我们 84要变成084的话 就是一定是要三个字的话 那首先第1个你给他什么 给他你的Value Value的话就是你的这个区码位置 逗点之后的话后面 双引号 给三个零 000 再双引号 OK 那这个双引号的话 里面东西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的这个这个地方的那个 这个 TEST其实里面后面东西就是我们的格式 Format TEST 那因为我要三 三个字 所以你后面给三个零 那这个三个零基本上呢 他是跟那个我们格式里面的是一致的 所以之前好像讲过 如果你把这个 这个区码跟末码 选取按右键儲存格 儲存格式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这边有一个那个儲存格式里面 有一个叫制定的 制定里面你一样给000 三个零有没有 那按确定呢 他一样会帮你格式化 不过呢 刚刚那个部分是表面上格式化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变成三个零的文字的话 那就要用TEST 所以TEST是 真的帮你变出来 那 刚刚那个部分是表面上 是 084 可是实际上存在以下还是84而已啦 没有改变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 做完这个TEST之后 然后AND 后面的话 因为一样 所以 把前面的公式复制贴上 其实有没有 那个G4 跟那个H4是 公式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就利用 前面做完的把那个G4 改H4 把这边改 H4 然后打勾之后 这个地方手机的门号就做出来了 那这个是我们前 两期里面有提到的 的方法 那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就用TEST就好了 因为这个REPI 其实我觉得还是太复杂了 有兴趣同学可以把那个前 前几期的 就是前两期的课程稍微再 再复习一下 那大家就可以 比较明白 那可是问题 你像刚刚这个地方 你还是要 输入一串的公式 如果说你每天都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我是建议 你可以把它改变 改变成 当然我们后面讲解是一定会先讲函数的逻辑 再来怎么样把函数逻辑 转变成VBA的逻辑 其实今天的主轴啦 就是 函数 怎么样转VBA 重点就是这里而已 函数怎么变VBA 因为你函数可能会 因为大部分会来报这个课 大部分应该留一点程度啦 因为函数部分应该没问题 但是VBA可能是问题 怎么样把 函数逻辑变成VBA逻辑 的用法 这两边的桥梁 那我们这一门课尽量帮各位打起来 组织组在这里 所以呢如果说我今天呢 我希望做什么呢 几种变化 这边的话也许 两个变化 那后面的程式嘛 如果一下子来不及 记 的话 我是建议各位可以参考一下那个 我云端 讲义里面应该有个云端 云端的那个 这个下载档案这边有一个 就是应该在讲义的第 比较第三页吧 这边有一个QR Code 这个 这边有往下载档案这边 这个是我放那个原始码 也就是说我知道有些同学 如果你打程式比较慢的话 又怕跟不上 没关系 云端上都有 所以你们如果电脑有连网路的话 你可以连到这个网址 我们未然刻的东西 我会把它贴到云端上面 那也就是这个云端白板一直都会存在 那你只要开启文字与资料函数里面的 一样文字与资料函数的程式码 打开它之后的话呢 你可以找到这边一样 往下拉 你会发现这边一样会有程式码 那你就找一下 其实我打完了程式就这一段 这边有两个Sub 然后呢一个Function 也有两个Function在这边 那假如说呢我们等一下要练习 怎么样去 设计出我们要的VBA 那VBA基本上呢 可以分成两种形式 两种形式 其实函数 变VBA 你可以有两种形式 第一种形式的话呢 就是直接变成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我想应该大家都会啦 应该 大家应该如果以这一题来看 刚刚打这么多公式 你可能想说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有按下一个按钮 比如说叫门号好了 按下它 它会自动怎么样 全部帮你 直接全部执行完毕 那底下顶多是有个清楚的按钮 清楚 不过这个清楚的按钮不是必要的啦 也许你按下它 那首先当然 你要是想知道说 这个地方我怎么样 可以一键完成 刚刚的所有动作 不需要重新再来过的话 有什么方法 这个东西呢 如果在VBA里面 它的名称 叫做SUB SUB SUB实际上就是 算是什么 下一层 其实 如果用中文的翻译叫 副 副程式 或者叫子程式 也就是说在程式里面 它会有一个 下一阶的一个程式执行 那这个地方的话 SUB呢 它的作用就是 反正呢 你只要告诉我逻辑 我就帮你把全部的结果 一个一个跑 跑完之后的话 帮你把它丢到这边来 OK 所以呢如果说 这个是第一种形式 这个是SUB 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按钮 第二种形式 就是说在VBA里面 假如说你不喜欢用这种方式 还有一个方法 跟刚刚的那个函数很像 你可以一样在上面插入函数 那之前常常会有同学问说老师有没有哪一个函数可以做什么样的 结果出来 那理论上大部分都是没有 那没有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在你们 不过你们现在应该插入函数里面 不会有这个使用的定义 会有使用的定义 是因为你在VBA里面 有写了 叫方选的东西 才会出现 那因为我刚刚有把程式先贴上 所以 理论上这个地方贴上之后呢 就会有一个使用的定义 的一个 这个这个类别 那其中的话呢 我这边有两个制定函数 一个是手机 这个手机的方选能力把它点击之后呢 他一样会跳出什么 他会跳出这个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画面 这个画面就是刚刚我们那个视窗 那其实这个制定函数的好处是 你就不需要去想说公式怎么下 他还要想说09串什么串什么串 这次不用 那些东西他会自动帮你产生 那你只需要什么呢 他需要什么资料 你去提供给他 他透过什么呢 透过一个引述 或者叫参数 帮你把资料传过去 传过去之后呢 他帮你串接之后 再返还给这个函数 帮你丢到储存格里面 那就是他一个运作流程 那这个东西呢 叫制定函数 VBA里面的 制定函数 制定就是自己定义出来的 所以你们可能要学的第2种 VBA第2种叫制定函数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那就给 一个头一个位 按确定 那你可以发现呢 在我们的 创完之后呢 他会 先把这些东西 先引入 引入之后的话 所以他的流程 有点像互动式 制定函数 比较像互动式 然后按个确定之后的话呢 一样会把结果 帮你产生 那你一样可以点两下 他一样可以全部一次性 帮你完成 但是呢 刚刚的这种做法 还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呢 就是说 你必须要选3个 可是问题是 如果你今天 这个范围 它是连续的 那之前就有同学说 老师那可不可以 不要点3次 干脆让我刷一下就好了 刷一下的话 因为他 连续有三个嘛 那刷一下就只要选一次就好了 那这种方式叫做用 范围的方式选取 后来我又改了一个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 Demo另外一个 就是 如果我用范围的话 范围比如说在这边 插入函数 有个手机范围 按确定 不是三个格子 是一个范围 所以你这时候 把这个范围给他 然后按个确定 他会自动帮你切割啦 反正你给他三个 那我们 VPA程式里面就是接到这三个之后 帮他切切 切三个出来 再分别的去做串接 然后把结果给秀出来 按个确定 那这样的话 一样可以把最后结果给做出来 那这个方法适用在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 很多栏 那你如果 假设10个栏位 你不是要10个 那使用者要慢慢填 他会觉得很啰嗦 刷一下就好了 这样不是很好吗 OK 那所以 大概会有两种形式 也就是说今天的重点就是说 请各位先把那个 刚刚的 Test函数部分先完成 再来的话呢 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说 VBA的两种形式 这个是一 这个是二 那你们可能需要做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把那个 这个开发人员的标签 先打开来 上面有个开发人员 不过特别注意就是开发人员这个标签 如果你使用的版本 是2007的话 可能会跟我的不太一样 如果2010以后的话 那会是更结 因为我现在用的版本是2010 那开启他的方法 记得在上面有一个箭头 然后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这边点下去 如果你是用2010的版本呢 上面有个制定功能区 2010以后啦 包含2013 2016 其实都一样 那你可以看到在那个 制定功能区这边 会有一个 开发人员的 这个地方 请你把它打勾就可以了 打勾之后的话呢 那你的那个 面板就出现了 可是如果说你是用2007的话 请注意 如果2007应该在上面 上面有个什么叫常用吧 还是叫什么 反正 他放不在 不一样位置 点那个常用 旁边好像也会有个什么 开启那个开发人员标签之类的 如果你是2007的话 那如果你是2003的 比较早期版本 那不用开 因为2003 他预设 就会有 只是他放好像在什么工具里面的 什么VBA编辑器之类的 所以位置 稍微有不同 请各位注意一下 那打开这个 这个开发人员标签 按确定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你的开发人员呢 就产生了 OK 那理论上一般人是不会开这个开发人员 这个 这个页面标签的 那什么时候呢 会开启他呢 那就是 当你要 变成 开发人员的时候 你就会把它打开了 否则的话一般状况是不会 也就是你没有开 他就是你就是应用人员 打开之后你就要设计一点东西 那我们主要是用这个 Visual Basic 所以请各位注意一下 这边的话呢 待会的应用 那就会从这个Visual Basic 这边打开 那这个是做好的结果 不过等一下我会把 把这个东西移除掉 我们重新再来写过 那怎么做 我们一个一个 来跟各位做说明 理论上应该是 打开这些 OK 第一个 先开启这个 Visual Basic的环境 那待会我们就 一步一步来看 那当然特别重要 如果你前两阶段 没有上过课的同学 可能还是要先了解一下 刚刚那个 我们要串接的这个逻辑 那我刚是用的是那个 TESA 的函数 所以其实你在云端上面 假设你们有连网路的话 也可以连到我刚刚讲的这个网址 那方法2里面 就是我刚刚的那个公式 我用TESA的部分 去做那个串接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 如何把 刚刚的公式 变成 VBA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看 这个 后面的部分 我们再来看 我们再来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